人活总是被心不由的影响着,当你心若旁骛,但看人生苦痛,但博名利,心态积极而平衡,有所求而有所不求,有所为而有所不为,不用刻意掩饰自己,不用势力逢迎他人,只是做一个简单真实的自己,如此这般,即使失意,也会无所谓得欲失,坦坦荡荡,真真切切,平平静静, 快快乐乐,小泥瓜小暗灯之间自己的身影可能就没有了吧,刻灯越亮,影子越显,灯越多,影子也越多,总有一天在黑暗的茶房里悟到,精觉身外的成就在高,灯再亮,却只能造成身后的影子,没有在心里点一盏灯,才能使自己较然澄澈,心无关爱,当幼稚化为圆通,当热情化为冷漠, 当风花雪月化为绿于熏心,我们的心会感到冰冷,为自己点燃一盏心灯,心灯会永远呵护着自我纯洁的心地,它没有世俗,不会视力,不会去善也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丑惧, 当心感到寒冷的时候,请为自己点燃一盏心灯,有了心灯,心灵就有了依靠,有了停靠的港湾,当心迷茫的时候,为自己点燃一盏心灯,就不会受到亵渎,点燃一盏心灯,注入清澈的智慧之拳,拨开心头的迷心, 从此成名宁静,待不欢畅,光阴仍然,世界变迁,在人生的旅途中,能免会经历风雨坎坷,我们随时都可能陷入黑暗,陷入泥土, 在那里迷失了我们前进的方向,为自己点燃一盏心灯,无论是人怎样地上演戏剧冲突,只要不让自己的心掀起波澜,用俗的试试又能怎么样呢? 有心灯的指引,就可以知道什么该放弃,什么该执着,什么该随意,什么该坚持,人生就依然会有方向,有烛光的印行,心就会安然踏实,就会拥有完美无悔的历程, 佛家云,苦惊涅荡,何其容易,点燃一盏心灯,在感到无助的时候,心灯会给我们增添无穷力量,让身心再安一田,始终走完岁月的长河,旷远获达的浏览人间万象,人心奔是水晶之体,容不得半点尘埃,所谓人生之灯,就是一颗干净的心灵, 每个人心里都该有一盏灯,为自己点亮又为别人点亮,为自己守候也守候着别人,就像一个人赶了太远的路,相反的只有那寂寞的足音,偶然的诸足回望, 却发现,岁月的深处有那么一盏灯,温柔的灯光穿过了玻璃窗照亮了心灵,你就会发现天地原来是如此的成名,世界原来是如此的祥和,人生原来是如此美好安详, 在茫茫的人生旅途,我们必须实施问问自己,叮嘱自己,给自己亮起一盏新灯,学着磨砺自己,这样才不会丢失自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